SBL夏季聯賽晚間最後一場比賽 由新北玉龍交手蔚來之星 比賽開始 驚艷勞到的玉龍 靠著吳鳳城還有正宗得分王胡凱翔 打出一波十四比六的攻勢 佔得上風 反觀蔚來之星這邊 只有射手於幻亞獨成大梁 但中距離 三分外線再怎麼準 雙拳依舊難敵四手 玉龍除了攀冠翰 就連中鋒吳宜兵也能標三分 幫助球隊早早取得三十六比十七 大幅領先 分數差這麼多 新秀球員可要再加把勁 後衛蔡聖耀力球表現 球進區上籃得分 還獲得三分打機會 慢動作再看一次 這一球蔡聖耀要力真好 空中挺腰擺進兩分 只是未來之星防守強度不足 玉龍把握團隊百分之四十八點九的命中率 半場仍維持十六分的雙尾數優勢 雖然新秀們追分有點困難 但他們還不放棄 郭昭南擠開防守著上籃得分 從三截六十四比七十九的落後 墨傑繼續追趕 就在余幻雅投進這顆三分蛋之後 一度追到八分差 但關鍵時刻 玉龍還是穩住正腳 最終以一百比九十拿下勝利 國外局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有請就集中券 不要緊轉 我們是在增長的 不在乎的 我們有請就集中券